穿过泥泞小路,绿树掩映之下,取静通幽 日前,香港知名历史学家刘书勇一行人来到位于香港元朗的攀屋探访 这座白墙屋瓦的建筑是中共在香港的红色史记之一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香港留下的足迹 1938年11月的时候,中共的领导人叶剑英曾经到香港来养病 他也到过元朗潘屋,和潘屋的主人潘君勉见面 在叶剑英的影响下,潘君勉就很热心地组织香港商界捐款来支持抗战 同时,他又通过叶剑英的关系 把他的两个侄子动员参加八路军到内地去抗战 刘书勇长期致力于研究香港史,其中也包括中共在香港的历史 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就曾到访过香港 利用香港开展革命工作,对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经有所认识 周恩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早年都曾经到过香港 就说明中共的领导人在早年,他们都分别来过香港 对香港的情况,对香港特殊的地位 他们有亲身的体验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他们这种经历 对后来他们主持或者参与制定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有相当的影响 1982年,刘书勇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 从事香港史研究多年 他在工作中发现,香港从应战时期到回归以来从未有过地方治 退休后的刘书勇致力于推动编修香港地方治 2005年,刘书勇受邀来到香港里南大学驻校研究香港史 协助推动编修地方治 并于2019年出任香港地方治中心事务顾问 在多方支持下,由他担任主编之一的《香港治手册》 于2020年年底正式出版 近年我们查找了大量的历史文件 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田野考察 去进一步的发掘中国共产党领导港九大队进行抗战的这段历史 并且我们提出了建立三条抗战文物境 就是沙头角抗战文物境 西贡抗战文物境和大宇山抗战文物境 以及建立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等等的建议 从2017年以来,刘书勇会同香港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 共同研究和实地寻访 初步拟定了三条抗战文物境 其中包含了许多在香港与抗战有关的历史遗址 刘书勇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是在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 自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而编修包括中共在港历史在内的香港地方制 具有存始、资政、育人的功能 希望香港的市民通过学义前辈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英勇献身这种爱国的精神 能够传承爱国的精神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希望香港的市民 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市民抗战那个史籍 能够更加全面的、正面的去认识中国共产党 对香港社会发展、对保育国家 以及后来对香港经济发展各方面 它所起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